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严谈股市 OK,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沃尔玛 昨天它也发布了业绩 然后它昨天的股价是下滑了一个2.5% 然后盘后有位涨一个0.27%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股价下滑 OK,它的这个业绩昨天发布以后 其实它的这个sales跟earning per share都是有符合预期的 预期的sales是135.42 billion 然后它真正做到是14.43 billion earning per share预期是1.4 它做到是1.4毛半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为什么 当earning per share跟业绩都有符合预期的情况下 为何股价还会下跌呢 OK,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业务状况 来看它的sales 整个集团的sales 这个同期相比是有微涨一个4.3% 跟去年同期 operating income 是增长一个0.2% 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然后它的这个net income呢 是有一个是跌了一个39.5%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 所以就导致它的earning per share也下跌 跌了一个38.3% OK,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一个现金流 就是它现金流 跟去年同期也是下跌了 OK,从22个billion 跌到现在的 这个是9个月的 22.88个billion 跌到现在的16.291个billion 所以总共跌了 接近28个巴仙 然后它的capx 跟去年相比有所增加 OK,我们来看 是什么导致它的这个业绩下滑 跟去年同期 美国的业务有增长一个9.3% 然后它的国际的Walmart 这里就下滑了一个蛮多的 下滑一个20.1% 然后它的这个Same Club呢 这个Same Club就增长了19.7% 所以基本上它把它业务分成三类 这个Same Club在中国大陆也是有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它的它的业绩 它的这个 业绩总体来讲是有增长的 增长一个4.1% 总体来讲 OK,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它的这五年的增长 这五年的Sales的增长是3.01% Earning Perchet这五年是flat 差不多是持平的 只是增长一个0.78% 然后它的PE Ratio 现在是在40 PE Ratio是40.31% 基本上 这个PE Ratio 跟以前Average来讲的话 是属于29.39% 是属于高过它的平均值的 所以它的它的股价可能 投资者就觉得说它的股价是已经是差不多是已经 福利Value 就差不多是已经被估值到差不多是在那里了 所以就就 就算它的它的业绩有符合预期股价也是下滑 然后还有就是它一年这一整年呢 它的股价是跑 然后是跑速大四的 这一年来讲的话 然后以三年来讲的话呢 也是跑速大四的 三年来讲 因为大四是80个% 然后它是55.77% 然后五年来讲的话呢 五年来讲的话 跟S&P500接近 也是128% S&P500是135% 所以这是它的其中一个竞争对手叫Costco Costco的股价五年来讲的话 还是高过它蛮多的 所以可能就是这一个Costco也 对它来讲也是造成一个威胁 还有亚马逊在美国也是 也是蛮很大的这个Retailers 所以就是导致这些网卖啊等等 导致它的这个Earning 下滑 跟去年同期 然后可能就算有符合预期 这个股价也是下滑 可能就是它接下来的Forecast 你看它接下来的这个下个季度的Forecast 是1块4毛7 跟去年的话其实是有下滑的 所以基本上它Earning下滑 然后业绩保持的情况下可能 啊这个这个股东就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就就卖出了一些它的这个股价的股票 好我今天这个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我买这个公司你们喜欢吗 记得点赞跟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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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